你好 欢迎你每天听本书 本期要给你讲的是冯唐的新书 程氏 这本书是冯唐结合自己的职场经验和人生阅历 对梁启超编选的曾文正公 家延超进行了解读 教你怎么在职场上把事做成 曾文正公 家延超这几个字需要解释一下 曾文正公就是曾国藩 文正是他的嗜好 家延就是家讲的家 语言的言 意思是有价值的言论 家延超就是有价值言论的汇编 冯唐身上有很多标签 很多人可能关注到 他是诗人 作家 协和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 如果对他的认识指到这儿 肯定觉得他写这书很怪 但是其实冯唐很早就进入著名的麦肯锡公司 做到了全球董事合伙人 后来又担任过华润集团战略管理部总经理 做了20多年的企业管理 他来谈管理 充满了实践出真知的意味 但拿到这本书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疑问没解开 为什么偏偏是曾国藩 为什么要以点评曾文正公 家延超的方式来写作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对冯唐老师专门做了个采访 关于为什么是曾国藩 他说 做了20多年的企业管理 这期间一直在读的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教他认识中国的特性 教他怎么在中国做一个好人 并且把事做成 也教他怎么把麦肯锡的方法落到实处 所以这并不是一本空讲道理的成功学 是冯唐通过解读一个人的思想 来总结做事的道理和规律 是冯唐运用现代管理视角 对另一位城市者的揣摩和体察 如果你也崇拜曾国藩 你大概能从这本书中找到不少共鸣 那关于为什么以梁启超编选的曾文正公 家延超为底本 冯唐的回答稍微有点无奈 因为曾国藩本人留下的文字太庞杂 而且也没有太多管理学基础 写的东西常常还是不够坦诚直接 和现代人有隔阂 梁启超编选的这本曾文正公 家延超 已经是经过筛选以后的产物了 相对比较轻面 为了让读者自己品读体会曾国藩的管理智慧 冯唐在写作成事这本书的时候 没有去刻意归纳什么结构 用冯唐自己的话说就是 跟论语一样 没头没尾 从任何一页都可以读起 在任何一页都可以停下 乍一看 没有意义观之的线索 但这本书千言万语 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 怎样把事做成 曾国藩成事的方法 简单说来就是三个方面 管理自己 管理团队 管理事情 冯唐也在采访中说 这三个问题 其实跟麦肯锡的分类方式是相通的 那接下来 我就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 管理自己 这是成事的前提和基础 用冯唐的话说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说 怎么做一个好人 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怎么说 关于管理自己 曾国藩认为 关键在于确立志向 他是这么说的 悲者安留俗庸漏之规 而日趋乌下 高者莫王者圣龙之鬼 而日极高明 意思是说 世上的人基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守规矩的人 他们永远安于现状 最后碌碌无为 另一类是开辟道路的人 他们永远不走寻常路 这样才有望与众不同 守规矩的人虽然难免平凡 但可以一生安稳 开辟道路的人虽然可能脱颖而出 但注定一生颠簸 如果要成事 选择做一个好人 要怎么做呢 曾国藩给出了答案 在他看来 一个人要想管理好自己 需要克服两种毛病 一种叫做骄 骄傲的骄 另一种叫做惰 懒惰的惰 骄傲的毛病 一般出现在那些有才华的人身上 他们自视甚高 看不起那些庸碌之辈 结果跌入骄兵必败的陷阱 懒惰的毛病 在普通人身上特别常见 他们渐渐沾染了油腻的风气 早上睡不醒 晚上不肯睡 说好了要工作 却成天玩手机 一时心血来潮 定了个学习计划 没多久就忘在脑后 从此随波逐流 甘于平庸 针对骄和舵这两种毛病 曾国藩开出了两个字的药方 一个字是静 尊静的静 另一个字是恒 恒心的恒 曾国藩唯恐人们听不懂 还苦口婆心做出了解释 他说 所谓的静就是在待人接物上 去掉主观上的差别心 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冯唐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 他举了一个协和的例子 他说 协和的那些老教授们总是强调 病人都是人 不分高低贵贱 都要一视同仁 病也不分大小 小病也可能发展成大病 对所有的病都要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的去对待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静 那什么是恒呢 曾国藩对于恒还有一种更具体的说法 叫做耐烦 就是能够忍耐那些让人烦心的琐事 扎扎实实把事情做好 曾国藩在一封信里提到 如果遇上了棘手的事情 就请在耐烦这两个字上下功夫吧 想要成事就要做事 做事哪有不烦呢 既然要做事就要耐烦 耐烦听上去容易 做起来却很困难 因为人类这种生物实在是太容易不耐烦了 那该怎么办呢 曾国藩给出了特别实用的办法 要想治懒病 先得坚持早起 一个人只要喜欢赖床睡懒觉 懒病就治不好 要是能坚持天天早起 听得见清晨的鸟叫 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懒病就会得到治的改善 还有一个实用的技能 叫做列清单 给自己买个本子 每天早上列出当天要干的三件事 晚上上床睡觉之前检查 至少把第一件干完 长此以往也有利于治疗懒惰 提高自己的执行力 好的 治好了骄傲和懒惰这两种毛病 一个人要想管理好自己 还需要面临一个挑战 就是放下对于得失的执着 曾国藩还用了庄子的一句名言 来解释执着于得失 可能造成的危害 他说 生而为人仿佛进了赌场 一言一行 都是在下赌注 赌注越大 心理负担就越重 你要是用瓦片下注 心理很轻松 要是用玉石来下注 就会害怕 要是用黄金下注 就会心慌意乱 越是想赢怕输 就越会手忙脚乱 寝食难安 很多聪明能干的人都过不了这个坎 就算是诸葛亮 也因为执着于得失 经常放不开手脚 迈过了这个坎 那就是刘邦 曹操 朱元璋的境界 可是 要放下得失 把黄金看成瓦片 又谈何容易 到底应该怎样做呢 曾国藩酒精沙场 对于得失 当然有很深的体会 毕竟在战场上的得失 事关无数人的性命 那么如何放下得失呢 曾国藩的观点很简单 也很残酷 那就是要意识到 一个人的成功 大部分是源于运气 一命 二运 三风水 命运是第一位的 一个人的命运 当然要靠自我奋斗 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冯唐也说 做事的成败 和太多的因素相关 能被人知道的比例很小 能被人控制的比例更小 要不是闹太平天国 曾国藩这辈子 大概也就是一个三品官 老天最大 作为凡人 别瞎猜 别多想 别纠结 明白了这个道理 可以有效减少 对于得失的执着 因为成败得失 本来就不完全在自己手里 不过 如果因为这样 就放弃努力 那么取得成功的概率 就真的降为零 此生注定平庸 一个人要想成事 就要主动自我完善 增加自己成功的概率 和上天对赌 而不是躺在天命上面 束手就擒 这样 我们偶尔也能和天命 搏上一把 胜天半子 就这样 连续搏到生命尽头 天命不会总是赢 我们也不会总失败 战胜了得失心 一个人要想管理好自己 守护好自己的志向 还需要突破一层魔杖 那就是对名声的执迷 毕竟有了名声 就有经济利益 出名要趁早 大家都着急 一个人追求名声 并不是坏事 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 但是过分的执迷于名声 可能会耽误成事 曾国藩就说 一个人要想成事 一定不能贪图 别人都知道自己 要是想出名 想疯了 成天就是走学 混圈子 见谁都要递上名片 那还有什么心思去学习和做事呢 道理都懂 那要怎么做呢 曾国藩说 首先要意识到 成事的人往往不能被人理解 成大事的人 往往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 一个成大事的人 刚开始干事的时候 老百姓一般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干 谁都能理解的事 那肯定不是大事 所以成事的人 往往都是孤独的 孤独是成事者的必修课 一个成事者要认识到世事无常 名声只是过眼云烟 人会被名压死 会被其他人极度死 还会被找到名不负实的地方 嘲笑死 干大事的人 要揣摩那些不因时间和空间 而改变的东西 也就是所谓的道 道代表着永恒的终极真理 在中国文化中道一直都是读书人的终极追求 今天的人想要成事 也需要破除对于名声的执念 做一个得道之人 好的 以上就是曾国藩关于管理自己的言论 具体说来 就是治疗骄傲和懒惰 破除对于得失和名声的执迷 管理好了自己 还需要再组建自己的团队 发挥众人的力量 才能一起把事情做成 曾国藩可以说是管理团队的高手 他从无到有建立了乡军 又率领这支军队 平定了太平天国 近代中国有许多名人 包括李鸿章 袁世凯和蒋介石这样的人物 都曾经借鉴过曾国藩 关于团队管理的经验 下面我就带你看看 曾国藩关于团队管理 有哪些言论 曾经担任多家国企高管的冯唐 对此又有哪些精彩点评 冯唐说 管理团队在麦肯锡的话语体系里 其实就是说怎么做一个好的管理者 管理者也得自己提要求 不睡懒觉 不撒谎 曾国藩管理团队 首先就要为团队确立一个目标 搞清楚团队究竟为了什么目标而存在 不同类型的团队 当然有不同的目标 但曾国藩在这里强调了一点 不论怎样的团队 都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大目标 因为这样格调太低 团队看到钱多就会舍生忘死 一旦没钱了就做鸟收散 这样的团队怎么可能长久呢 那么团队应该树立怎样的目标呢 曾国藩认为要重视那些更为高原的东西 比如伟大的理想以及做事的机会 具体来说就是四个字 与人为善 请注意啊 这四个字的含义和今天大不一样 与人为善这个词最早出自孟子 是和大家一起做好事 把事情做好的意思 曾国藩进一步细化了与人为善的方法论 他说 所谓与人为善 就是把团队放在一切的出发点上 把自己放空 不要总是幻想说 我认为应该如何如何 也不要总是断言 说这件事必须如何如何 更不要固步自封 说过去一直如何如何 总之就是 不要总想着维护自己的权威 把自己放在最高处 相反 领导者在为团队确立目标的阶段 应该主动朝下看 总结团队成员们都认可的价值 把它提炼成整个团队的目标 再用这个目标去教育团队 把它变成整个团队认可的远景和方向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成事的同时也成就别人 这一点很难 管理者应该学的就是这个 只有这样 团队才能在遇到危机的时刻 团结一心 安然度过 树立了目标以后 那要怎样不断吸引他人前来加入团队呢 曾国藩在这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有心动 他说领导者千万不能自负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你要是真的无所不能 那还需要别人来帮你吗 又有谁会来帮你呢 领导者首先应该承认自己没什么本事 才需要用人 才能让他人为自己所用 这是曾国藩到了晚期的感悟 早期的他并不是这样 刚刚组建湘军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本事最大 势必公亲 到了人生的后半场 他领悟到 带一个大团队不应该是这样的 领导者应该主动让出功劳 包揽过错 自己成事也让别人成事 这是领导一个团队的根本心法 那要选择怎样的人来加入团队呢 曾国藩认为 对待人才不能贪多求全 人都有长处和短处 只要有些可取之处 这人就可以用 不过 选人还是得有一定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两句话 有操守而无关器 多条理而少大言 有操守就是做人有底线 无关器就是为人实在 不会摆架子打哈哈 多条理就是想问题 有思路做事情有章法 扫大言就是说话靠谱 不会胡砍乱喷 曾国藩特别看重扫大言这点 他还说过 选人要选那些为人质朴踏实的 那些简历异常丰富的 精力异常花哨的 整天蹦各种生辟词汇的 满嘴都是各路人名的 千万不能要 让他们爱待在哪就待在哪 有了质朴的本质 再培养出其他技能 就可能独当一面 冯唐对于这些观点 又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 做出了解释 他说 现代管理学讲究四个环节 选择人才 教育人才 使用人才 流向人才 在选人阶段 质朴的本质 比具体的技能更重要 当然 领导者有时也会看走眼 毕竟老实和尚不一定老实 貌似忠厚的人 其实心里鸡贼的很 曾国藩认为 要想考验人才 关键看他在关键节点上的表现 也就是紧急关头 危难之际 遇上这种时候 那些鸡贼的人会撒谎 会逃跑 剩下的才是真正靠得住的 本性质朴之人 是一辈子的好伙伴 千万要珍惜 说完了选人 我们再来看看 应该怎样带人 曾国藩说 带团队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技巧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团队拥有绵绵不尽的心气 所谓心气 就是胜不骄 败不哪 永远不可抑制的跳动着一颗 要争取更大胜利的好胜心 如果一些事情 让团队没了心气 那接下来的结果 就是兵败如山倒 那要怎样保持团队的心气呢 曾国藩没有细说 冯唐结合自身的管理经验 总结出了这么几条经验 第一 带团队的人 要拥有魅力和手腕 让团队有时候盲目相信他 第二 要选择那些本性乐观 好胜的人来加入团队 第三 要制定长期战略 保证团队上下 都被这个长期的愿景所鼓舞 第四 团队还要永远有一个诱惑力 同时 又有可能实现的进气目标 越是大势恶劣 越是需要这样的目标 第五 要永远让团队有事做 哪怕看不出明确的短期效果 有仗打的时候打仗 没仗打的时候备战 做到这五点 团队就可以保持心气 就更有把握打胜仗 团队保住了心气 领导者还要注意 带团队千万不能懒惰 一懒生百病 比如团队纪律松懈 管理不严格 做事迟钝 缺乏战斗力 所以领导人必须要求自己和整个团队做到早起 用早起去开始一天的工作 接着还必须要求自己和团队做到准时 什么交通不好都不是借口 为什么我能提前半个小时 你却偏要迟到半个小时 那些不能控制自己时间的 不能严守时间承诺的人 绝对不是能帮你成事的人 要从你的人生中赶紧删除 前面我已经为你讲述了如何管理自己管理团队 下面我再带你来看一看最后一个要点 如何管理事情 曾国藩是一个喜欢总结的人 对于管理事情这个问题 他提出了一个根本原则 就一个字叫做明 明白的明 曾国藩说明是做事的第一要义 如果排除了命运之类的不确定因素 那明就是头等重要的要素 那究竟什么是明呢 曾国藩又做出了具体解释 明包括高明和精明 所谓高明就是做事有大局观 能跳出具体事物 具体人物 具体时代 看到不变的规律 问题的核心 处理的原则 掌握了这种高明的境界 就能看见山河的辽阔 人心的顽固 世界的底色 做人做事 也就能渐渐归于平时 而所谓精明 曾国藩一语道破了他的本质 精明是指做事的精密度很高 能够通过调查研究 获得足够详尽的信息 然后多方推理 反复论证 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不拍脑袋 不想 当然 事事求真求精 求准 于是 做事也就渐渐实在 人也渐渐变得精明 这看似笨拙 其实是做事唯一的捷径 曾国藩不但善于总结 还喜欢提供能够实操的方法论 关于管理事情 他的方法论是八字真言 特别简单 特别深刻 如果参透了 特别好用 这八个字叫 大处着眼 小处下手 大处着眼就是看到事情的全局 小处下手就是把事情分解到细节 一点一点的做好 大处和小处之别来自南宋儒学两大宗师 陆九渊和朱熹的争论 陆九渊曾经和朱熹 在俄湖这个地方进行了一次辩论 这就是所谓的俄湖之会 辩论的主题 是人应该如何进行自我提升 陆九渊的观点是 利乎其大 就是从全局入手 站在高处 居高临下的党 朱熹的观点是 朱击寸垒 就是慢慢来 不要急 一点点积累 总有一天能够融会贯通 其实看待事情 做好事情 无非就是这两种路径 曾国藩融合了陆九渊和朱熹的观点 形成了大处着眼 小处下手的方法论 冯唐特别喜欢曾国藩的这八个字 他甚至表示 曾国藩说了那么多话 如果你只想记一句 那就记这八个字 如果你只想参一句 那就参这八个字就足够了 因为这是做事的博二法门 对于管理者来说 做事情 做项目 要有一个整体规划 做管理者 要时刻看到全局 掌控全局 要想进阶成为一个出色的管理者 还要看到自己的局之外 那更大的局 也就是整个产业的走向 整个社会的动态 哪里是风口 哪里是陷阱 哪里是未来 这都需要大处着眼 看懂了全局 做到了心中有数 还需要注意 事情终究是一件件做的 局面终究是一点点突破的 这些都是小处 要扎扎实实做好 当然不可否认 大处着眼需要更多的天赋 年轻人往往做不到 小处下手 却不需要太多天赋 只要弯下腰去 埋头苦干 时间长了 自然就会了 等掌握了小处下手之后 再练抬头看路 大处着眼 效果也很好 曾国藩自己就是一个缺乏天赋的人 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曾国藩的家里曾经进过贼 贼就藏在曾国藩书房的房梁上 准备等曾国藩睡着了 再下来偷东西 谁知道曾国藩当时在背一篇很短的文章 一直念 一直背 怎么都背不会 后来就连房梁上的贼都会背了 曾国藩还在一遍又一遍的背 就是不肯睡觉 那个贼气急败坏的从房梁上跳下来 对曾国藩说 你这般笨还读什么书啊 说完扬长而去 这可能是个段子 但曾国藩缺乏天赋是公认的 他留下的诗文水平都一般 缺乏灵性 他在带兵打仗的早期也经常失败 遇上石大开这样的军事天才 就被逼得几乎要自杀 曾国藩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从小处着手 结应寨打呆仗 军队上阵总是先挖壕沟 在壕沟里坚守 消耗对方的有声力量 硬生生把进攻战打成了防御战 曾国藩的乡军 就是用这种笨办法 最后消灭了太平天国 直到他的后半生 他身上才显示出大处着眼的气象 唱一项西方学习 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 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 可见 如果缺乏天赋 做不到从大处着眼 那就索性苦练 小处下手的本领 最后也是殊途同归的 曾国藩自己 就是最好的范例 总之 曾国藩管理事情的方法 就是以名字为纲领 既要高明 又要精明 大处着眼 小处下手 一个人若能按照这一法门 耐得住辛苦和麻烦 不断自我磨练 终究能在人生的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这本书 就为你讲到这里 在结束今天的讲述之前 我想和你分享曾国藩的一句话 富贵公民 皆人事福荣 为凶刺浩大 是真正受用 意思是说 世上的名利都是浮云 一时享受转瞬即逝 真正的享受 是内心的从容和豁达 冯唐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 他说成功不一定是人生的意义 人生不在于结果 而在于过程 人生的真正意义 就在于做事 做你自己的事 一桩一剑的 把它做成做好 做事之余 也不要忘了那些成事之外的小快乐 春雨连绵 闭门读书 或是叫上二三好友 分享一瓶好酒 这些点点滴滴 正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好的 最后我来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曾国藩的成事之道 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管理自己 管理团队 管理事情 管理自己 首先是要克服骄傲和懒惰的毛病 克服骄傲 主要靠静的精神 就是去除分别心 对所有人和事一视同仁 克服懒惰 主要靠横的精神 就是忍耐那些让人烦心的琐事 扎扎实实 把事做好 比如坚持早起 管理自己 还需要破除对得失和名声的执着 看淡得失 就要承认命运的作用 看淡名声 就要跳出那些短暂的浮明 致力于揣摩不因时间和空间 而改变的终极真理 也就是所谓的道 管理团队 首先是要与人为善 把团队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 作为目标 再用这个目标去感染团队 其次是 管理者要放空自己 承认自己没什么本事 才能吸引人才来加入团队 再次是选人要以心地质朴为上 具体技能可以后面再教 最后是在带团队的时候 要保持住团队的心气 也就是不断挑战新高度的好胜心 同时领导者绝不能纵容团队的懒惰 一览生百病 管理事情核心原则是一个字 明 也就是高明加精明 高明就是做事有大局观 精明就是做事讲精密度 具体来说 应该大处着眼 小处下手 把握好全局 同时扎扎实实 把小事做好 大处着眼需要天赋 如果暂时不具备 可以先苦练小处下手的功夫 再慢慢培育大处着眼的本事 最后也是殊途同归的 今天这本书会在不少方面 给现代人一起事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 曾国藩的思想 毕竟来源于农业社会 一个现代的管理者 所能掌握的资源 可能远远超过曾国藩 所能动用的技术 也绝非曾国藩可比 所以曾国藩的某些思想 在现代社会是否能够套用 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比如曾国藩说 人是第一位的 世界上除了人 其他都是靠不住的 但在现在的某些投资机构看来 具体的事儿可能比人更重要 比如著名的红杉资本 他们有一个投资理念 叫做投赛道 就是相比于团队 更看重创业的方向 也确实有一些公司 他们不缺人才 资金也很充足 最后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方向 只能折起沉沙 你看事儿在这里 就比人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 除了提升自己的能力 也不能忽视平台和风口的价值 类似这样的问题 是我们在吸取前人经验的时候 不得不加以考虑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这本书想进一步了解 我们的电子书也已经同步上架 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